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朗讀的文章是 擁有幸福的能力 論幸福 作者周國平 靈魂是感受幸福的器官 任何外在經歷 必須有靈魂參與 才稱其為幸福 內心世界的豐富 敏感和活躍與否 決定了一個人感受幸福的能力 在此意義上 幸福是一種能力 苦與樂不但有量的區別 而且有質的區別 在每一個人的生活中 苦與樂的數量 取決於他的遭遇 苦與樂的品質 取決於他的靈魂 歡樂與歡樂不同 痛苦與痛苦不同 期間的區別遠遠超過 歡樂與痛苦的不同 對於沉溺於眼前琐碎享受的人 不足以言真正的歡樂 對於沉溺於眼前琐碎煩惱的人 不足以言真正的痛苦 痛苦和歡樂是生命的自我享受 最可悲的是生命力的乏弱 既無歡樂也無痛苦 痛苦使人深刻 但是如果生活中沒有歡樂 深刻就容易走向冷酷 未經歡樂滋潤的心靈太硬 它缺乏愛和寬容 我對幸福的看法日趨朴實了 在我看來 一個人若能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並且靠著養活自己 又能和自己喜歡的人在一起 並且使他們也感到快樂 既可稱幸福 人世間真實的幸福 原是極簡單的 人們輕慢和拒絕神的禮物 偏要到別處去尋找幸福 結果生活越來越複雜 也越來越不幸 幸福和不幸的人啊 仔細想想 這世界上有誰是真正幸福的 又有誰是絕對不幸的 幸福是有限的 因為上帝賜予本來就有限 痛苦是有限的 因為人自己承受痛苦的能力有限 幸福屬於天國 快樂才屬於人間 幸福是一個抽象概念 從來不是一個事實 相反 痛苦和不幸卻常常具有 事實的堅硬性 幸福是一種一開始 人人都自以為能夠得到 最后沒有一個人敢說 已經擁有的東西 幸福和上帝差不多 只存在於相信他的人心中 幸福喜歡捉迷藏 我們年輕時 他躲藏在未來 引誘我們前去尋找他 曾幾何時 我們發現自己已經把他錯過 於是回過頭來 又在記憶中尋找他 聰明人嘲笑幸福是一個夢 傻瓜到夢中去尋找幸福 兩者都不承認現實中有幸福 看來一個人要獲得實在的幸福 就必須既不太聰明也不太傻 人們把這種介於聰明和傻之間的狀態 叫做生活的智慧 幸福是一個心思詭譎的女神 但她的眼光並不視力 權力能支配一切 卻支配不了命運 金錢能買來一切 卻買不來幸福 一切災禍都有一個微小的起因 一切幸福都有一個平庸的結尾 自己未曾找到偉大幸福的人 無權要求別人拒絕平凡的幸福 自己已找到偉大的幸福的人 無意要求別人拒絕平凡的幸福 我愛人世的不幸 勝過愛天堂的幸福 我愛我的不幸 勝過愛他人的幸福